各位鄉親富樂 善南進路 知識拜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時間過了很快 我們這個社交流到熱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 學生都在放書家 天氣這麼大 大家都很快去海邊 去客旁 來在搶水 但是這個時間 又在當中我們的動力出國時 整門來打開 很多去海邊七頭的學生小孩 沒有一個沒注意 就會去釣交替 去釣交替 釣交替 我今天來跟大家說一個 釣交替 變成聲風的故事 以前在我們家裡這個地方 有一個好處人 去讓兩個工具 弄進去大水溝裡 帶來去變成釣交替 釣交替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當天的水是冷漆漆 水貴的冬到不燈不燈 就讓天的水就在水貴的心窟 就像幾六萬幾間在跟它插一樣 這個好處人變成水貴之後 後來跟一個釣交替的好處 結拜做兄弟 當時就讓青春 釣交替的那樣 它每天都做火 到天去釣交替 只要讓釣交替的生活變得很好過 就這樣 日子一天過一天 很快就過了幾六年了 到到有一天 水貴通常釣交替的釣交替的說 我明天知道要去倒胎了 釣交替的後 釣交替的 釣交替的 就去台語叫回來 買菜的安排說 剛才明明有一個女兒的女兒 會手錶 還要跟我買菜 我怎麼會走到水底 水貴是去這邊釣交替的機會很受氣的 不過 也沒辦法 只能夠再等後一道的機會而已 有個過了有幾六年 水貴說 機會來了 這邊是一堆一堆結婚的阿嬤 他叫釣交替的 別再讓他失去倒胎的機會 第二天 釣交替的米在水邊 真的看到一堆阿嬤走來 鄉鄉蓋到一堆紅白紙 跟他們說的釣交替的釣交替 新郎釣交替的釣交替的釣交替 想不到打一個不好的刷刷就去水底 水貴的一個看到 就趕快把他救起來 釣交替的釣交替的釣交替 釣交替的釣交替的釣交替 釣交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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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交替 水鬼來弄獵魚的問 獵魚的驚證 水鬼說 尚叫那個小孩這麼可愛 害我不敢把牠害羞死 然後 土地說 跟水鬼十幾年來 沒有海獅領好一個人 報告給鹽樂王知道 鹽樂王又報告給玉皇上帝 玉皇上帝聽得很感動 水鬼感人在水地艱苦 也沒有要穿菜去海獅領好一個人 所以就來將水鬼切崩變成成鳳鴨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水鬼 變成成鳳鴨的故事 時間過了很快 我們今天的故事說到這回事 感謝大家收聽